这个影片会简易的讲座 要如何味觉色的脸部加上简易的光 接下来的制作范例 以及示范所使用绘图软体 为Clip Studio Paint 因为我是先写完要放在Tips上的文章后 才开始制作这个影片 所以影片中所讲的会比较简略 比较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这个文章网址 网址我也会一并贴到资讯栏中 开始本次的内容 要怎么做到封面图的效果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张原图 加上一层阴影 再加上一层亮光 效果就达成了 很容易学 让我们放慢动作 利用软体再做一次 刚才的范例不含白底 用了四个涂层 最上面这个只是眼睛的光点 重点在下面两层 一层阴影 一层亮光 我们微影在画布上 填上一层深紫色 涂层混合模式 请改成线性加深 涂层透明度调成20% 利用涂层剪裁让阴影的范围 不超过下方的角色涂层 阴影变质做完成 亮光的部分只要绘制是能看得清楚 一开始不管用什么颜色都行 等到确定要加量的范围后 可以利用锁定透明图源来填色 这是在四环选择想要的亮光颜色 我们选择黄色 在键盘按下快捷键 Out加Backspace 这个指令能为画布上 倒上前景色 亮光的颜色就调整好了 一样对涂层用涂层剪裁 涂层混合模式 请改成 加亮颜色 发光 涂层透明度调成40% 最后确定最上方的眼睛光点 由打开 效果就做好了 在进入下个阶段前 来快速看一下 阴影使用了不同的颜色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在人物涂层上方 做了很多不同颜色的阴影涂层 所有涂层的涂层混合模式 都是线性加深 涂层透明度为20% 接下来 我会轮流开起这些阴影涂层 第一轮 有看到让你心仪的颜色吗 别急 接着 我将持续开着最下方的紫色涂层 将两个阴影轮流叠加在一起 将两个阴影叠加在一起 可以在确保自己想要的主色调的同时 又将阴影颜色加深 不同阴影叠起来的感觉也不同 有兴趣的人可以自行玩玩看哦 图层透明度统一为20% 只是不想让观众搞得太混乱 实际上数值能调多少 还是依照各位的喜好而定 我提供的数据 不一定是最合适你作品的 在理解了制作效果需要的涂层和阴影颜色的变化后 在回头看封面图是不是觉得变得更简单了呢 范例只是多了一张背景 因为人物在树林之间 我选择了绿色当作阴影 好让人物的颜色能融入环境 画亮光时 除了基础的光影 只是在多加上透过叶缝 洒落下来的阳光 图就完成了 在开头提到的文章中 我还有制作出其他 使用不同颜色的阴影 或亮光所制作出来的范例 以及介绍我认为 可以为脸不打光的位置 此外还有另一个范例 展示了不同角度的脸 欢迎大家透过资讯栏的连结 观看其余的文章内容 文章观看是免费的 也不用登录或注册账号 谢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观看